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回在电影《至亲爱的孤独者》里头 首都登上大一幕 饰演一位书店老板 他透过文字与三位女主角对话 三位主角面临的孤独感 之所以会让他感同身受 洛义军说这源自于自己在国中时期 升学般的遭遇 当年国中入学智商测验 他是全校最高的 但是班上考试却老是最后一名 位子永远是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墙壁角落 因此青少年时期 他常常感到难堪又自卑 后来是重考上高中 甚至差点被退学 某一天这高三的学长放话 要来找他寻仇 他想要自保 所以带了刀子到学校防身 没有想到在城间检查 先被教官搜到了 当时若已经下跪求情 不教官还是坚持要把他退学 在这个关键时刻 还好有老师独排众议 为他说情 坚持力保 他回想起这段成长故事充满了感慨 他问说我们走过自己的成长之后 有可能再回头 让那些正在彷徨的人一把吗 节目一开始 先带大家认识文坛大师的成长岁月 以及他如何用温暖的文字 关怀孤独议题 大卫老师一步一步向我靠近 以距离来说的话 屏东比较远还是内地比较远 不然我帮我的开心分你一点好不好 12到20岁三个青涩女孩 求学到入社会面对茫然人生课题 恐惧孤单而感到孤独 年轻的时候 我走进人群里 走在他们中间 我觉得我快孤独死了 电影《至亲爱的孤独者》 以三个故事探讨人类内心深处的伤痛 文学剧《破络以君》首度登上大一幕 以温暖书信 疗愈人心 这部电影里三个故事里的 这三个小女孩 她们跟我们身边 常常从我们身边经过的这些小孩一样 也在滑手机 也在进出这些便利超商 可是其实她们就像那个斗甲 已经破掉掉出来的小斗甲 她们的原生家庭已经失去了 保护她们的能力 你看了以后会觉得 她们没有在讲话 她们像没有骗 她们都没有讲话 可是她们很大声地在 跟这个社会 或大人的社会讲说 我没有不努力 其实我还努力 其实她们已经就是很边缘 她们就是被甩开的那样的孩子 孤独与边缘化让洛宇君感触很深 因为国中求学时期也有那么一段岁月 让她因为沉积被边缘化 我的骨子底层 最底层最底层 一直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 或是也不叫自卑 就是因为我当时国中 在永和国中 我是第一好班 我们那年代还有能力分班 就是第一好班 我们那个班后来考上三十几个男生 好像考上快三十个建宗 然后二十个女生 好像十八个北宜女 就是那种超级超级升学班 那我会到那个班是因为 我入学考的时候 我好像智商是 入学测验智商是全校最高 到了国三的时候 学校又做一次的洗牌 把比较弱的全部刷到B班去 我那个时候莫名其妙被留在这个班 那我当然就秀斗了 就很像那个哆啦A梦 那个尾巴被拔掉 我其实就掉入一个 你可以说是孤独吧 或是下来看看是忧郁症吧 就是变傻了 我就忙了 然后就永远的 就不念书 然后永远的最后一名 所以我永远是坐在最靠窗的 教室最后面那个位置 国中永远最后一名 被成绩边缘化的洛义军 19岁苦敦国寺重考班 没想到考上高中 竟又是差一点被退学 我印象很深是 那个时候我高二的时候 本来那个一个事情 就跟学长他们起冲突 然后我就带一把刀在书包 其实我是害怕 我非常怕 因为那些学长高三的 放出风声要来回家的路上读我 那我其实没有真正混得那么大咖 所以我会害怕 我也跟朋友借 我也没有那个经验借一把 结果就是一个衰咖 就被沉浸搜查就收出来 那这不管 但是他就给我寄了一个大咖 其实我几乎就要被退学了 可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 很憤世嫉俗一个男的 我们一开始都很不喜欢他 就是我也很不喜欢他 可是我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 他就被激怒了 他就跟这个教官群杠上 很多年后我母亲还带我买水果去 找到这个老师 后来这老师就很开心就聊起来 原来他从小是孤儿院长大的 就是他有一种 他觉得这件事不易 就你们这些大人 你们为这件事情 要把这个小孩整到死 不对 但我自己就是那个小孩 所以我自己也傻傻了 我不知道 其实我如果被退学我也许就换到一个 另外一个学校 比较流氓更流氓的学校 也没我的人生也不会 我也不会知道我后来会想写小说 什么都不会知道 老师的解围让骆宇君完成高中学业 还找到了志向 大学从文化森林系转到中文系 开启创作小说之路 不到三十岁结婚生子 但他却为孩子 在创作路上一度被羁绊 我就是想要写小说 写出伟大的小说 二十几岁的时候 结果当然就碰到一个马子 然后正妹吧 然后就结婚了吧 然后就突然原来会生出小孩 然后原来生小孩这么难 这么可怕 然后就被一绑 就是二十年吧 十七八年 那我觉得大概是在小孩 小学的那个阶段 你会特别有一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被甜蜜附和牵绊的创作日子 孤独的写作路上 尽管一度忧郁症梦游暴食症 体重增加到一百一十五公斤 骆宇君都没有放弃写作 不仅四十三岁以西夏旅馆 拿下《红楼梦》文学奖 护育最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作家 也因为那些年和儿子的生活点滴 在脸书上开启另类的创作模式 我去玩脸书的时候 我的那个低智商跟废材的那部分 就暴露出来了 他们可能大的可能才念小五吧 小四 小的可能才小一小二 然后我就会用一种方式 我就说吸铁公事 然后就 吸铁就吸到我旁边 我就不用还要东抓西抓 然后我就直接过马路 他们就自己吸上来 我后来跟他们讲 他们都超生气的 就觉得 付全 然后有一次我们 我们去那个游泳 游泳到回家的时候 其实游泳你回家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穿泳裤嘛 就是没换 但上面穿T恤 然后后来我们就被 突然下 就是像这样夏天 下暴雨 清风大 那雨简直非常清风大 然后我就说好吧 那我们就把泳帽拿出来带着 其实就距离我们家大概 还有几百公尺 我就说我们现在开始游回家 然后三个就在路上 假装我们在游泳 其实就 因为我就想我们不是穿泳装吗 不是穿泳衣什么的 戴泳帽我们就游泳 路上游泳游回家这样 对 但是他们那个超呆的 我觉得超爽的 读者不只喜欢 脸书多达十万人追踪 微博就有七十万名粉丝 后来小儿子出版成书 还被孟田文创向众发展成动画 版权卖给超过一百九十个国家 身为作家一生追求写出旷世剧作的使命 却也因为为人父出版许多亲情书籍 看见他更多温暖笔触 这些年也因为导演侯继然 书店里的影像师作品让洛乙军穿梭在台湾不少独立书店 侯继来 然后他拍的一系列的一些 好像叫做在书店里 书店的影像师 对 书店的影像师 我超感动的 就是后来我有很多家我都有去那边演讲过 就是他很像一个台湾 像撒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上的一颗一颗的散碎的珍珠 他可能在花莲台东 然后可能竹东 可能台中 可能台南高雄都有 你知道他们那个书店有的是在一个田中间的一个铁皮屋 一个像仓库的铁皮屋 就他里面会放着那种什么波赫式全集 然后放着那种非常难非常难的诗集 放着哲学书 你会非常感动 就是你知道说这些 他们在一个无人知晓 或是不为人知的状况 他们在做着一件非常美丽的诗 从走访台湾各角落 独立书店演讲到登上大一幕 全是书店里的老板 洛乙军斗用他最擅长的文字力量 温暖每一个内心 孤独灵魂 这是文团作家心里面最柔软的一块 让正在孤独人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继续这一位 他又是如何走过成长岁月 拿回人生主导权的呢 他是超人气的盐水鸡摊老板 每天摆摊不超过三小时 就会全部都卖光 秘诀不单单再新鲜 还有他对顾客挂保证 卖出去的东西都是当天现主的 像是这款招牌的鸡肉 就先是用中药材汆烫 然后再用鸡汤熬煮 这吃起来才能够脾脆肉扎实 不美味背后 老板还一毛 其实还有一段荒唐岁月 高中每天打打杀杀 暴力讨债为事 后来他们卖盗版光碟 被抓还因此坐牢过两年 进监狱之前 儿子才刚出生一个月 这位人父亲的角色 终于让他醒过来 决定金盆洗手 脚踏实地 开始学做盐水机 也真的存到第一桶金 只是人心总是不满足的 后来转投资餐饮业 上百万的积蓄 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 心情郁闷的他 窝在吊虾场 盯着载浮载城的浮标 后来对浮标产生兴趣 他自己上网找资料 一步一步拆解实验 靠着无师自通 成为手工浮标借达人 不只选手指定他 一个月还有上百只的订单 成为业界大尊称的师傅 他说现在虽然两头忙 心里是开心的 因为靠自己 赢回别人的肯定与尊重 都调一起还是分开 分开分开 一般的小辣的 动作俐落 灵活去骨 撒上特调的酱汁 大力摇到均匀入味 清爽爽脆的咸水鸡 脾脆肉质鲜嫩 很Q 然后有咸蛋很适中 也不会过前 因为咸水鸡会怕很咸 就是第一个新鲜 然后就是没有早一点来的话 可能很快就没有了 14 15号 你要大的小的 两个鸡胸的 三个120 一个是15 三个120 三个鸡胸的 我要两次鸡翅 两次鸡翅 鸡翅没了 鸡翅没了 对 前面客人点走了 黄一毛和老婆刘吉佑 经营的小吃摊 除了主角盐水鸡和烟熏鸡的好滋味 每天备满20多种的蔬菜 让客人随意挑选 有时还推出惊奇菜色 然后今天有新鸣的泰国虾 加大碗的话是两只 有需要加碗底两只 这样高CP的价位 让开了十年的盐水鸡摊 即使刮风下大雨 营业三小时一定晚售 它很早就结束了 可是因为都有追踪他们 所以知道关门太晚来 八点多来几乎都没了 很少还有货的 对 而且它六点半才开 那真的很难 就是真的一开门就一定要来买 要不然就等到天荒地老 我曾经有一次比较晚来就是 你像他现在摆了好多样 这样二三十样的菜 你如果晚一点来 你可能稍后一点 七点多八点 你可能就剩下五盘六盘让你挑吧 新鲜的食材来自每天中午 勤快备烙 豆干 天凤螺得先卤过 口感才会好 我们没有用老卤 我们都是新卤 那卤包大部分都是用一些 常见的中药 像八角啦 五香粉啦 小茴香 甘草之类的 下去做一个简单的调味 对 那吃起来它其实吃得到食材 原本的新鲜度跟甜味 而不是用一堆香料去掩饰它 而主角盐水鸡 则是每天亲手空煮 去腥除毛 最后冰镇 鸡汤其实就是 很比较简单的那些 去腥的中药材 比如说像当龟 枸杞之类的 那可以就是 因为这鸡都是老母鸡 所以要去腥 然后冰镇六到八个小时 那出来的肉它就会紧息 皮就会比较脆这样 41岁的黄一毛 年轻时误入歧途 暴力讨债为事无恶不作 每天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子 国中 高中的时候 那种打架是很单纯的 直到你再又接触可能 比较就是社会人士那之类的 可能他就会可能教你 比如说这事可能怎么处理啊 可能你光是用打的 可能威吓不了他 可能拿个刀子去啊 砍他的两刀这个事情 就可能解决了对 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等于是 几乎就是跟 所谓的江湖人士在走啊 不想在血光中度日 23岁那年异想天开 经营地下工厂 卖起盗版光碟 在那个盗版猖狂的年代 月营收六百万超好赚 我们当然知道说 那个东西是非法 但是在我之前的生活是打打杀杀 那可能会比这个还要可怕的生活 所以我就会有一种那种自我安慰心态 啊这个还好这个还好 这个如果算以罪恶感的话 这个算比较小 因为我是正当在做生意 只是它是不合法的东西 我那时候的心态是这样的 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正常的工厂在经营的那种感觉 盗版的日子持续三年 直到被警方破获 开始见不得光的逃亡生活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小孩子刚准备要出生 跟我老婆刚怀孕 所以我觉得我就不太想进去 我想要就是看这个小孩子出事这样 对 那直到这个小孩子出事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这样下去好像不行 因为你总不能给下一代是不好的教育 当你变成为人父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对 你那时候想法又不一样了 你就会想要给他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环境 亲情的召唤他浪子回头 出于后的第一份工作 在铁工厂当学徒 从月收入百万到二十三K 回想那段日子只有不快乐 很多人都是其实表面对你是惧怕的 就可能说你坐过牢 或者你以前是混兄弟的 那可是他心里面其实是嘲笑的 那不好啦 那个那个 那几乎乖过的 那以前戒头之类的 其实表面是他不敢得罪你 有新鲜的 现在黄一毛不只是人气 盐水鸡店的老板 其实收汤后深夜十一点才要开始忙碌 我们通常都是先用刀子 把厨胚先加工出来 描绘比例后开始雕刻 浮标雏形全靠手感 那在磨的过程中都有很可能 就是手一捏它就坏掉了 动作要很小 因为这种材质它非常脆弱 小小凹槽得用砂纸仔细磨 腰刻磨研彩绘 纯手工一条龙制作 像做这种手工浮标 在画画的时候他要很专注 可能我比如说 我在想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我的笔就拿不稳 我会画歪 或者是我在雕刻的时候 雕刻上的形状的时候 可能就刻歪了 甚至于去刺到自己受伤之类的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跟大脑去想 比如说那些仇恨的问题 还是说被人利用的问题之类的 我突然觉得说 我那些压力 以前那种仇恨压力什么的 慢慢的好像找到窗口去抒发 当初黄一毛会注意到手工浮标市场 是因为投资其他的餐饮失利 百万存款付诸流水 跑去吊虾场疏解压力 没想到爱上吊虾 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有在吊虾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你会吊虾 所以你对浮标一个吊客 他需要什么样的浮标 什么样的讯号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了解 于是他开始自学找资料 经过不断测试 花三个多月的时间做出的第一支标 让他在吊虾场中一炮而红 讯号的速度就是比较快 造型嘛 造型有些蛮可爱的 他的浮标给我就是完全都没有 迟疑的感觉 就是该有的讯号他就是给我 所以对帮助我吊虾是还蛮有帮助的 凭着做工精细使用效果好 一推出几乎秒杀 如今黄艺茅的手工浮标收入 已经超越人气夯的盐水机 但是这个领域的时候变成说 他会忘记 甚至于他也不在乎你以前是干嘛 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就是OK的 而且是他配置的 因为他用起来 他就尊称你一身杀 那是一种肯定跟尊重 那跟以前的那种比如说 他其实里面是嘲笑的 但是表面上是惧怕的 那种来得踏实 黄艺茅找到人生的新舞台 或许在外人眼中过得辛苦 但在他的心中却很甘甜 透过手艺他重新找回了自信 而继续这一位则是用 有温度的食物 让家人之间更紧密联系了 彰化在小巷弄有一家 七十年的肉干老店 传承到第三代球星汉手中 当年阿公是因为八二三炮战 从金门搬到彰化来 也把纯手工古法肉松制作方式 带过来 靠着屋顶晒香肠 这样养活三代的 球星汉说 他记得小学便当一打开 煮菜都是阿公亲手做的 而他从小因为好动又叛逆 被送去练跆拳道 一路保送到体大 梦想是希望提进奥运 只是大三那一年一场比赛 膝盖韧带断裂 国手梦就此断送了 他才会转行 改当起颖物的 直到有一天 阿嬷打电话来 告诉他 阿公生病了 应该要好好珍惜 跟老人家之间相处的时间 球星汉的人生 就因为这通电话 走向不一样的风景 他不敢跟着老师傅 开始学做手工技法 还在肉干里头加入了 柠檬皮和柠檬汁 来提升香气口感 取代传统香精 甚至连外形都彻底改良 带大家看 他跟阿公之间有什么约定 每天早上六点一上工 秋星汉和老师傅忙着粉 全味赶出一天一千包 柠檬原烧肉干 选用当天温体猪肉 去膜 去筋 全靠手工处理 手工做的肉干 它在吃的口感上 因为它一直讲求的是一种 保留纤维的一个概念 机器做的 它没有办法保留纤维 因为机器不会去分辨纹理的方向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成圆形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打碎 来 很尝尝得调味腌渍三天的猪肉 才能加上线削柠檬皮 柠檬榨汁霍入猪肉 这是彰化70年肉干 老店第三代 丘姓翰花一年时间摸索找到 颤地屏東的柠檬 酸度气味最好 能取代传统香精 还能去油解腻 只是一旦加入柠檬 就得跟时间赛跑 前期在试的时候 其实花蛮多时间的 因为天然的东西 它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酸度它会去破坏肉质 会让肉一直去形成一种脱水的状况 所以它会变成一直越来越软嫩 尤其在腌制的过程中 不能去浪费太多的时间 对 跟香精的食品比较不一样 一块肉干看似简单 却有着它的新旧结合 像是一传三代的竹台 就是爷爷教它能吸附猪肉 多于油脂的骨法 而变圆变厚的肉干滋味 又是它突破传统 方便肉口的创举 为了让厚达0.6公分的肉干 不烤焦能吃出原味 它精进计算后 低温烘烤 冰上一天才能放上高温烤炉 300度烘烤逼出香气 高低温的搭配的原因是说 你用低温轻微脱水 高温把水分锁住 把香气提升 那这样子同时 我们不需要加韧精跟保湿剂 原本本来要放弃了 就是抓不到方法 对 然后那时候试了很多 在添加的时间 柠檬的品种 然后肉的挑选 对 或是说 我们是不是其他的添加的中药 去影响到它 都有一直去考虑到 对 然后后来才试到一个 觉得这个方式是最好的 没片得耗上五天的柠檬肉干 这是秋心汗 帮爷爷老店翻身的正殿之宝 冲上网路团购第一名 但六年前 他还是门外汉 从小就跟三岁女儿一样 站在肉干旁边吃边看 你小时候就跟你女儿一样这样吗 就在看边看 对 就等下准备要吃这样 我其实就跟她看 大概两岁半吧 她三岁 对 三岁 她三岁 我小时候算是吃肉干长大了 所以以前 对 因为小时候不是都有那个 营养午餐吗 妈妈都会送便当去学校 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就会放一大片肉干 就是便当盖着 然后又有热气 所以那个汤汁就会流到饭里面 对 肉干配饭 对 肉干配饭 然后还有一些菜这样子 所以我的那个就是饭里面的主菜 就是肉干 对 那因为打开味道很香 然后我就拿那片肉干跟人家换鸡腿 被肉干养大的她从没想过接班 因为她从小最爱的不是肉干 成风已久的这套白色跆拳道服和黑带 是她久久不曾打开的痛 从肉干白袍换上这件道服 跆拳梦仿佛再一次出现 小一开始练跆拳 一路踢到报送台湾体育大学 踢进韩国公开赛 原本志愿是老师 教练 立志当奥运国手 没想到大三那年一场比赛 断送国手梦 在那一次的比赛中脚断掉 只能带断掉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沮丧的 因为沮丧的点有很多 会觉得很多不公平 人生的不公平 为什么这么努力 为什么要遇到这件事 为什么不努力的人断脚的不是她 这是会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出来 国手梦岁大学毕业后 她选择在外流浪 到台中当业务 也没想回家做肉干 当年已高龄85岁的阿嬷 天天坐镇柜台 盼啊盼的 就是盼不到她回来 直到那一天阿嬷一通电话 阿嬷打电话给我 要做办法吗 因为爷爷的身体 其实已经出状况了啦 那家里需要有人继续悬街 她觉得时间到了 在外面也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爷爷还在女后的选择 家里有事也女后的选择 可是当有一天 这些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还要继续在外面吗 对 意思是说你早晚要回来 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 对啊 何必一直去逃避她 我不趁你那个时候把她的妈 对啊 阿嬷的话有道理 阿嬷的话有道理 你们有什么理由去 回绝她说的话 对 这样差不多 爷爷重病身为家中长子长孙 父亲有亲为小儿麻痹行动不便 他成了老店接班唯一人选 这个喔 这个很久 这个大概爷爷到现在了 拿着爷爷传承的木锤 回家第一步窝在老爸 爷爷徒弟的老师傅旁 每天一锤一锤的锤肉 手工 丝肉 炒肉 不断翻搅 全程紧盯 被老师傅边骂边学 从头开始 不会的吗 他有罪子里的 要看的话 要有肉的才会 我把一些可以不添加的东西 我把它拿掉 例如说 例如像我说香精 我觉得它是可以不用被用的东西 对或是说胃素 它可以不要添加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东西新鲜 然后你的调味OK 那你的食物的调味是比较自然的 它都可以做到鲜甜的口感 不只学还追求食物原味 能摸熟猪肉部位口感 拉开看得到纤维 它可是苦熬三年 每天在炉子旁 只学做好肉干这件事 这个就是纤维 对那垂肉的话 我们要照着纹理去垂 要不然纤维就会断掉 所以这个都是饱食的部分 这个整条都是肉丝 对 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 会是那种 环雅Q的那种感觉 对这是完全 机器做完全做不出来的 对那机器做的话 它可能就是纤维它这边就断了 夏苦公回家三年 他却开始纳闷 爷爷守了一甲子肉干店 出了菜市场却没人知道 于是他把肉干放上网路 包装换上排全道服的白色 同样系上绳子增加质感 这举动却换来父子大战 他说这个包装还麻绳 对 太不吉利了 对 所以那时候跟他光这个包装 可能炒了大概一两个月吧 对真的炒了一两个月 觉得不是好像怪怪的 刚开始是反对 但是后来他们就是有坚持 就是做看看 我们还是要就是说 好让他尝试看看 当然他们不能接受 可是我最后是跟他说 你就让我试试看嘛 到不了以后就听你的 到不了做不好以后听你的 就这样邱信翰说服老爸借他30万元 化保证赔了就听你的 于是他带着肉干 跑农会跑百货 花一年拼了命得找通路 柠檬猪肉丝两包 然后牛肉干三包 卡拉四包 激起练台拳拼伙手 断腿的抗压碎炼 网购第一年就让他把老弟生意 打开知名度 三年来更把爷爷的肉干 做出十一种口味 年营收占上千万元 吃不吃 吃不吃 两三年就吃吃 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不吃 是吧 烤肉的太臊肚了 不吃不吃不吃 阿嬷嘴巴不说 心里早就肯定 三年前邱信翰 征战网购成功 爷爷便离开人世 现在老店传承 他要用这称起三代邱家人的肉干 延续和爷爷的职人约定 我的意义就是去传承爷爷的技术 让这个品牌可以超过一百年 那我觉得你做一个工作 如果它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觉得这非常难得 这也是当初跟爷爷的承诺 在病床前跟他期许 就是跟他说 我一定会帮你做超过一百年 继续桃园机场是国家门面 每天将近有七万人搭乘 但您不知道的是 当末班车结束之后 这一群人才准备要上工呢 他们是巡轨员 深夜一点到四点钟 连续走上五公里 要来检查一下 轨道之间有没有异物掉落 钢轨呢有没有裂缝 这样才能确保行车的安全 而这一群巡轨员 说起来各个卧虎藏龙 我们的团队跟着深夜上工 意外发现 这其中呢 隐藏了有一位 台大材料所毕业后 到台积电上班的科技业大老板 但您关心 机场捷运守护者的故事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一群 一群 七 一振二 一 七 五 八 十 二 五 二 五 带着头灯摸黑走在轨道上 深夜一点捷运收班 他们正准备上工 正三 七 三 加上检查尺 仔细测量导电轨的间距 别小看这个动作 插之好礼 失之千礼 是 导电轨有没有跑掉 因为如果它跑掉的话 会导致电车的极电的极电距的去接触 可能会有利缝或落差 导致电没办法传到电车上面 电车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就 电力可能没办法供应车档的一些设备 然后会导致列车可能没办法停止 然后会停下来这样子 机场捷运的巡轨员没完得走五公里 好角力眼力更要好 寻找任何影响行车安全的蛛丝马迹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1点钟进入轨道区 然后最晚要在4点钟以前起来这样 因为4点钟过后 它那个我们的机场就会开始 发电轮车出来这样子 巡轨工作和时间赛跑 尤其这里是全台轨道业最高的高架路段 总高约47公尺 相当于15层楼高 危险性更高 遇上地震 台风寒流来袭 仍坚守岗位 确保乘客安全 那预告打雷 它是越打越近 近到可能 可能感觉只到了300公尺那种感觉 很近很近 在天气非常冷的时候 我觉得巡轨是必要的 因为冷的话钢轨会热胀冷缩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钢轨 那个旅热汗的地方 特别容易会有裂缝 机场捷运是台湾的门面 每天将近7万人搭乘 最重要的安全又稳定 漏夜巡轨功不可没 另一项工作 钢式车轮的维护也不容忽视 一上场就得全副武装 全程紧盯不容任何闪失 你要让它缴到驱动轮上面 钢轮一旦凹凸不平 得一一铲除 负责这项工作的幕后黑手 就是他 55岁的林全昌 被称为钢铁人 其实这个铁穴在车销当值的话 它温度是可以非常的高的 甚至可以到达四五百度 如果这一铁穴 没有做好适当的防护动作 喷到身上的时候 就像我这个时候没有做好 很好的防护就喷到 就会留下一个疤痕 一辆普通列车 总共32个车轮 车销得花一个星期才完成 钢轮尺寸把它车销掉 然后维持在适当的一个形状 以确保列车在行进当中 它是平稳的 是静音的 是安全的 别看林全昌专业 过去他从未接触过维修 曾是科技业的大老板 台大材料所毕业的第一份工作 一路从台积电的工程师 做到了副理 不到30岁年薪就破500万 人生做到了一个阶段的话 你会想说会该思考 人生的未来是不是要这样 继续下去 所以我从完整的一个技术 工程技术的一个工作 转换到就是以代理商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 我就离开台积电 在代理商担任总经理 年薪300万起跳 累积财富开始创业 投资测试晶片的积聚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惨赔百万 那时候我大概也是50岁了 那我必须要想说 我人生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放下身段重新出发 大老板变O2最要适应的就是心态 在这边的话 我是一个最小的一个技术员 那我必须要服从 我自己的领班以及课长的指示 同时之间的话 那我如何将我的经验 用很谦卑的心态 去让跟我这些领班 以及课长沟通 这也是我要重新学习的 那这些来讲的话 学习不是一件坏事 从你开始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过程 投入积节工作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 踏出再学习的步伐 也找回信心 那我把人生也当作 像是一个旅行一样 在来到桃园捷运当中 我认识到一些年轻的同事 接触到一些新的技术 有些是在教科书上面 才会出现的东西 对我这样一个很好奇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蛮享受的一个过程 全年无休的机场捷运 背后就是靠这群幕后工程的默默付出 他们不以为苦 而是感到满满的成就感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节目还有更多聚焦 王小弟导演的戏剧梦 如何把台湾故事不断地翻新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继续这一位他的人生 总是不断地创新 入行四十年的导演王小弟 今年再一次入围金钟奖 他的作品除了贴近社会 同时也一路在改变 像是90年代拍全家福和母鸡带小鸭 带起了家庭喜剧风潮 2000年的大医院小医生 大胆启用新人 又引领了偶像剧之先 而这一部《魔法阿嬷》呢 则是台湾第一部台语动画 今年他的大胆尝试 则是要让同一部戏 在台湾和新加坡两地各自播 合起来又是同一个故事 无论剧本还是场面调度 这些都更复杂了 说起小弟老师总是穿着衬衫 坐姿很端正 这源自于他从小军事家庭教育的习惯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爱将王生将军 上有三个哥哥 下有一个弟弟 王小弟跳家 逃学 抽烟 很喜欢乐作剧 却从小被家里打得凶 而青春期他一度励志 要打进女男队 后来又为什么踏入戏剧圈呢 一块了解 很新鲜 从鲜嫩的牛排一刀刀切开 倒三倍后 铺满香菇的热腾腾烘蛋 老师点的是什么菜 这个海鲜汤是来这边的 我是其实是客人介绍的 金钟导演王小弟化身美食达人 只为了顺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好朋友 尝尝看 尝尝看 它是烤还是真 是不是 烤 就是这位主人阿兵呢 他其实是蓝龄巨坊的 就是自己大早去买好的食材 然后自己料理 这个 然后自己打理这个小店 像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很简单的烤蔬菜 新加坡演员陈罗密欧和张俊雄 来台北拍戏Lone Stay 住过四个月 对夜市如数佳珍 我们说冻黄那个角色 是要吃得很棒 所以他说你可以尽管去吃 那我就尽管地去吃 就吃了很多火锅 我去了几乎把整个台北夜市都走完了 对 刚开始前一个星期 我几乎每一天都去夜市 因为我觉得夜市是 我们最近新加坡来说 就是台湾夜市是说 那么晚一定要去的地方 之前来可能就懂那些 火啊 米刷啦 鸡排啊 但是这次来 那时候冬天嘛 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姜母鸭 三桌上的跨国交流 起源约之初 由小弟老师带队 台湾和新加坡合作的 科技犯罪剧 故事以2016年 ATM駭客案为背景 首都挑战 两地播两版影集 拼起来是同一个故事 从全家福 母鸡带脚丫 家庭剧先锋 到大医院小医生 启用新人 带起偶像热潮 一路创新 大家现在 看剧的视野 越来越宽阔了 就是你有各种 不一样的平台 所以不如你来尝试看 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说故事的方法 装盘雪蓝色衬衫 搭配皮带牛仔裤 连坐在沙发 腰杆也这样 百分百挺直 这些习惯 来自军人家庭的 纪律分明 父亲是蒋经国重用的 王生张军 看唯一女儿 抽烟 翘课 恶作剧 小学换了三锁 在家打得凶 我们其实很少跟父亲互动 然后互动的时候 不是爱打就是爱骂 就是因为是坏小孩 成绩也很坏 而且又很顽皮这样 所以他在那个时代 台湾的经济环境又不好 每一家小孩都很多 然后就是我就开玩笑 我们那时候没有绑架案的 就是恨不得人家 把你小孩拿走一个最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小孩是不值钱的 然后看到父母亲都是 都是敬声这样子 就是听他们要说什么 就是不太会回嘴 也不太会冲突 这个成功市场 这个市场也是很有名的 Famous市场 所以就是有时候要穿过去 买个包子买个馅饼 我就会骑这个平衡车 OK 走吧 走 Let's go 六十六岁了 举止却更像顽皮少年 他教两位新加坡大明星 怎么刷游游卡 骑台北优拜 在成功活着散步 处处好奇 那你们看啊 觉得跟新加坡的主屋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还有一点像是 我觉得新加坡主屋 比较有容易 还有那个老的社区的 那个邻居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经过走廊嘛 总之会 大家会打枣 对 那一部车大受平衡感 其实念书时代 他的愿望 才是打女男 后来考上文化戏剧 却在1979 中美断交那一年 放弃旧金山大学 电影硕士学位 回台湾拍次问男孩 关心坏孩子 拍魔法阿嬷酷马 向台湾妈妈致敬 我基本上是 可能是就是 对人吧 就是对人很有兴趣 魔法阿嬷是我的伙伴 黄黎明 他想写这个剧本 因为他是 看到自己的妈妈 因为他比我小几岁三岁 但是我们时代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说台湾经济比较贫困 所以他的妈妈 是非常节俭 非常节俭的 所以他就小时候 就是被妈妈这个节俭 压到觉得 就是比如说泡面 也不能一个人吃一碗 他一定要等到有两个人都要吃的时候 他才要煮一碗给你们吃 叫你们分着吃 所以像这种节俭的妈妈 后来做阿嬷的时候 哇 对孙子简直是 所以他应该是有嫉妒吧 应该是吃醋吧 所以总之他就是很感叹 然后想起这个阿嬷跟孙子的 要撞墙了 先刹车 整个人用力往后退身体 加油脚拆紧 从文化戏剧系教的学生蔡明亮 到把公司实习生陈玉勋推上导演梦 从挖掘蓝阵楼到更多新世代 他像一块西铁汇聚台湾创作能量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吧 会有一种可能跟别人工作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血汗当中 会变成有一些相知相惜的感觉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感觉吧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一起希望 一直很希望把台湾的故事拍得更好一点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透过作家洛乙军所饰演的书店老板 一起感受了三位青春期少女 所面临的孤独与彷徨 在这个社会各个角落 总有人需要更多的温暖 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个手心向下 愿意付出的人呢 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秀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我是个很衰的人 所以我很多时候 碰到状况是衰到 可能别人不能想象 但是我也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会自言自语 就是好像我自己 在跟自己说火计 或是哥们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做得非常好 那加油 你再过几格 再过几关 就会过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